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往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度 坐拥连绵美景 品尝顶级佳酿 只差一个兴趣相投的朋友 与你谈天论地 以酒为伴 本期酷玩 随我们一同走进红酒之乡 感受法国自由浪漫的杯酒人生 风情万种的花朵巴黎 盛开着薰衣草的普罗旺斯 法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度 而美酒飘香的波尔多左岸 坐落着九千多个不同风格 不同名字的酒员和酒宝 使这个浪漫国度更加令人向往 期美做酒庄的等级之分 也成为世界上含金量最高的葡萄酒之乡 其实在法国在一百多年前 他们有一个系统 把他最有名的酒庄都列成等级 我们叫他做列级酒庄 法文叫Grancru 很多人问什么叫Grancru 其实在1855年的时候 法国的皇帝 把差不多三千多个在波尔多左岸的酒庄列成等级 其中有61个被列成 我们叫他叫Grancru 其实武当皇就是其中一个最高等级的一个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1855年 为葡萄酒设计的分级制度 在很多人心目中被视为葡萄酒的圣经 令众多爱酒人士可一目了然 就能分辨出高品质红酒 时至今日 郭尔多著名的拉菲酒庄 马哥酒庄 拉肚酒庄 武当王酒庄和侯贝五大酒庄 依然享誉全球 我们在1855年的列吉酒庄里面 第一集就有杰武家 杰武家酒庄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多喜欢葡萄酒的人 最喜欢的五大酒庄 一望无际的葡萄酒园 做了其中的古老城堡 京城波尔多酒厢的连绵美景 尽管各自与酒庄为林 但每个酒庄酿造的葡萄酒 口味都大相径庭 而酒瓶上的标签也截然不同 有些设计更出自大画家毕加索之手 其实武当每一年都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帮他卸计他每一年的标签 这一个更是更有名了 这是1973年他升级的那一年就是从一个非常有名的华家叫皮卡索 毕加索为他卸计的类碼 这是这么多类碼里面最漂亮的一个 武当庄这一个庄主他非常懂得怎么做这个史上推广 他也明白他这个酒在国内也越来越受欢迎 所以他在有一年1996年的时候 他请了一个很有名的中国的华家帮他卸计他1996年的标签 这个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艺术家叫古干 你看看他为这个1996的类碼 用一个新 用五个新的书法把它放在类碼上面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中国人最喜欢的其中一个类碼 也因为这个缘故1996年的价钱也经常高级 从气候 土壤 湿度到葡萄品种和酿酒技术 福尔多酒香都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因此那些产量少 大容量装的葡萄酒 更能达到最高的收藏价值 如果家中藏有多瓶上等佳酿 应当把它们放置于割架的通风处 将温度调至17度 湿度设定在65%到70%左右 这样可令酒塞好吃湿润不致发霉 与此同时在灯光方面也很有讲究 如果喝一瓶比较年轻的葡萄酒 一定要将酒从瓶中唤醒过来 当酒液大面积接触空气 尽情呼吸时 酒中的果香丹宁被软化 并充分释放了封闭的香气 这样的醒酒过程 可令葡萄酒在入口时达到最佳效果 去一家高水准的法国餐厅用餐 一定会有一位训练有素的试酒师 提供专业而贴心的服务 原来不论是倒酒量的多少 还是试酒的温度都有讲究 试酒师以其资深的技能 读到的眼光 满足您味蕾享受的同时 于前一幕化间 渲染出红酒的高贵气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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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